妳看我們的小寶貝 Toro是不是妳好朋友 妳看她有多可愛 她會躲在沙發下面 跟大家說嗨 那妳喜歡寶寶還是媽媽 姨姨 謝謝妳小姨姨 哈囉 Vogue你們好 我是林可彤 歡迎你們來我家翻箱倒櫃 對於一個媽媽來說 要讓大家來我家翻箱倒櫃是蠻有壓力的 所以特別整理了一下房子 這裡呢是我的客廳 小朋友可以在這邊爬來爬去 然後有時候他也可以在這邊溜滑梯 就等於在客廳裡面 我們就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 這裡呢就是我的房間了 這是我跟我老公的床 然後你看那個是Adam的小床 然後這裡 轉 這邊呢就是我的衣櫃啦 跟著我一起來 現在呢總是要帶大家來翻箱倒櫃了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是我去年拿到的老公送給我的禮物 珍珠項鏈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就在37歲的時候 得到了一條珍珠項鏈 我反正想說47歲再有珍珠項鏈還來得及 雖然不是我現在最想要拿到的飾品珠寶 但是我還是很喜歡 因為我相信到我47歲的時候 我就會很喜歡它 其實當把媽咪之後呢 服裝真的是 以前會穿這麼短的衣服 肚子都會這樣整個跑出來 而且褲子都沒有那麼高腰 可是今年夏天我在拿出這個衣服的時候 就覺得 好不可思喔 這樣肚子也露太多了吧 我如果把手伸起來抱小孩的話 連內衣都要露出來了 所以呢 現在呢 穿衣服的方式呢 就變成很多都是長洋裝 或者是連身褲 先來介紹一下 這個是對我來說比較有故事的一個洋裝 就是兩年前我剛懷孕的時候 老公買給我的生日禮物 那我很喜歡這件衣服 是因為 那時候是我剛剛懷孕 然後也是快要辦婚禮的時候 所以身材是維持的最好 所以我都會一直以這件衣服的身形 來抵立自己 就是我 不管什麼時候 就是要受回這個 穿上這件衣服 可以完美 就是最好的身材 所以只要什麼重要場合 或是跟老公約會的話 我就會穿上這件黑色的洋裝 我覺得很有紀念的故事 雖然當媽咪之後呢 要穿的比較優雅一點 但是呢 其實也可以在很多圖騰跟顏色上面 去做變化 然後像這個Sendro 是個法國的品牌 然後是我這幾年 這兩年都有去歐洲的時候發現的 當然台灣現在也有 然後它是像絲質的材質 然後有一些變形蟲的圖案 V0 然後又有這個擺褶裙去做一個變化 最後這個呢 也是法國品牌Marge 這件衣服是我經紀人給我的二手 想當初我們都是少女的時候 就是可以穿進這麼窄 然後短短的裙子 所以我現在很喜歡這件衣服 就穿上去就可以告訴我的經紀人 你該減肥囉 所以呢 除了它是很漂亮的款式之外 也是別有故事的一件洋裝 帶大家參觀一下 我比較常穿到的鞋子的鞋櫃 這裡呢就是有一小部分我的高跟鞋 欸住在這邊 然後我也是一個喜歡一個牌子 就會一直一直一直買一樣東西的人 因為我很懶得再重複的去嘗試 Jimmy Chu的鞋子 這雙是最常穿的 一開始買的第一雙 然後我很喜歡不露指尖頭的鞋子 我覺得看起來腳會很修長 然後呢甚至我的婚鞋 我也是選擇了Jimmy Chu的款式 然後這個還是在美國Olet買到的打折品 非常節儉的一位新娘 然後它的根是比較低的 所以呢就可以配合老公的身高 在婚禮上穿也很舒服 然後也是金色很好搭 這幾季一直很喜歡像這樣子 有一點秋香綠或者是 這什麼顏色啊芥末黃 欸哈囉這是你的顏色啦 你剛好來了 對就很喜歡Toro顏色的鞋子 我覺得穿起來就是比黑色的 要更跳更活潑一點 這就是我的高跟鞋的鞋櫃 跟運動鞋的鞋櫃 讓我自己耶 讓我來介紹呢 我從少女時期到少婦的包 聽起來有點可憐 這個呢就是少女時期會很喜歡的 就是香奈兒的小包 然後它比較特別的是 那個當年的情人節的特別版 所以這麼一說出來 不就是男朋友送的嗎 當了少婦之後呢 我現在都是用帆布袋 你看我有各式各樣的帆布袋 出門有安全感 大大小小都有 連這麼小的都有 所以現在就是一個帆布袋的媽媽人生 這個呢看起來非常可愛 不知道為什麼適合我的包呢 是老公送的 可能在老公的眼裡 我就是一個 清純可人的小女孩 其實我剛剛跟她在一起的時候 她有一次去逛街 就買了這個給我 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她長得很像一隻熊 所以她就買了一個上面有很可愛熊熊的包包給我 然後如果有Follow我的人 大家知道我很喜歡爬山 有沒有到很喜歡啦 就是這幾年 因為跟老公談戀愛 她很喜歡爬山 所以我就很常跟她去爬山 這個包包呢 你看它可以打開之後 它就可以很平穩的放在地上 然後它裡面還有Baby的安全帶 你看它有胸部的這個背帶 可以把它乖乖的鎖在裡面 然後你就背著 但是呢這寶寶是非常舒服 大人會非常非常累 因為這個包包有三公斤 加小孩在家裡 背的一些物品啊水啊 就會有二十公斤 然後她很貼心的做了一個這個 你看 這個就是背 去山上爬山會很熱嘛 所以小孩不能曬到太陽 所以呢它就有一個這個罩子 可以呢 幫Baby遮陽 然後我背給大家看喔 背起來之後 你會覺得我很像念才城 你看它背起來會像這樣子 然後一定要把腰帶扣住 然後它的側面也都有這個包包 可以放一個嘴嘴喔 塞給它吃 就可以變成你看 硬彩城 上京趕口的感覺 這是很流行的登山小孩包 好嘍接下來呢 我要花五分鐘來簡述 我跟老公的愛情故事 所以呢如果需要戴墨鏡 或是拿嘔吐帶的話 可以先準備好 為什麼要講故事之前呢 要把這個登山包放在我旁邊呢 因為我老公說就是 因為跟我爬山的時候 愛上我的 其實我們第一次約會呢 是我們相約去象山爬山 然後爬完山 他可能就本身覺得 我是個女孩也太FUNNY 然後又可以跟她一起運動 就非常非常喜歡 所以他就約我在大概五個月之後 去喜馬拉雅山基地營 做了一個十二天的爬山的行程 然後那時候我也傻傻答應了 也不知道喜馬拉雅山基地營有多麼難 它是必須要每天不能洗澡 然後吃得非常不好 很容易拉肚子 也沒有沖水式馬桶 然後每天睡覺沒有暖氣 然後冷得要命的一個地方 然後上面的空氣非常稀薄 因為我們會從兩千多爬到五千多公尺 這麼高 所以我在爬山的時候幾乎都是這樣 就是用這樣呼吸的方式 然後有點甚至到最高的五千公尺高的時候 就是有點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思想 我都好像有點喝醉酒昏昏沉沉的感覺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有一天我就覺得自己的衣服很髒 然後剛好看到有水 然後我就說我要去那個小河旁邊洗衣服 然後我就問當時還是剛剛交往的男朋友的老公說 妳有沒有衣服要我幫妳一起洗 然後他就給了我幾雙襪子跟內褲 所以我就拿他的大內褲跟重襪子 到河邊去洗衣服 然後那個同時我頭髮濕濕的 因為那個住的地方是好不容易有冷水可以稍微沖澡一下 所以呢我就把頭髮綁著 然後用個毛巾這樣捆著我的頭 然後拿這些內褲內衣 襪子然後到河邊去搓搓搓搓洗洗洗 然後老公就說在那一刻就覺得真的很愛我 覺得我竟然可以拿著他的衣物 然後到那個河邊去洗衣服 就深深地愛上我 所以就決定要娶我 然後在這個爬山之旅之後 大概三年裡面才結婚 然後現在就有了我們的可愛寶寶Edan 所以這就是我浪漫驚心動魄的愛情故事 從吳玉錦當了媽媽到現在也是快兩年了 然後我創立了 我跟佑麗創立了一個運動的配件品牌 HIFI 也大概有一年多的時間 其實真的真的很忙碌 以前好像很多時間可以發懶 然後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可以一直下午茶 一直聊是非 沒有沒有 聊是非是我本身的另外一項嗜好 然後當然現在就是睜開眼睛 就是要知道我現在要做什麼 每一分每秒都分秒必真 那但是我也覺得透過了學習 讓自己更充沛 我覺得我的心靈上比之前更滿足 然後更知道自己每天要做什麼 然後雖然為了小孩很忙碌 然後覺得這些生活有時候 簡直要讓自己瘋狂了 但是看著他就會覺得很幸福 然後看著老公看著自己的家庭 就覺得比之前更有歸屬感 然後每天的努力都知道是為了什麼 Edan 媽咪漂亮漂亮 有嗎 所以就希望可以透過自己不斷在運動 還有生活還有當媽咪上面的學習 可以分享給大家一起變得更健康更快樂